的確很滑溜 你說什麼? 我說她 大王, 你說豆腐滑溜 也不說我們三個美女 所以不要跟她一般見識 看菜吃飯 看菜吃飯 師傅, 交給你了 當然了, 我們做豆腐丸子 第一件事, 先介紹豆腐 好 豆腐方面, 你用哪種豆腐都可以 只不要選太滑溜的 對, 有一點, 差不多有質感 對, 有質感的吃法 如果太滑溜, 也可以 不過你可能要加一點粉 不如標準一點 我們經常在街上買的 標準一點 我們買硬豆腐 對, 硬豆腐 對, 買回來的硬豆腐 主要是這樣的情形 我們預算一件, 要搓爛它 因為今天叫豆腐丸子 我喜歡用手洗乾淨 或者戴手就這樣做 很快搓爛 很快搓爛 為什麼呢? 有些會說, 我可不可以用薯蓉的 不用, 不用太麻煩 那些會碎掉的 會碎掉的 用手也搞定 對, 兩件也搞定 對, 你就這樣說 如果你喜歡, 可以壓得很溶 但沒有口感 吃下去, 豆腐味不太出 就是用手捏鬆它最好 捏鬆就行了 對 對, 像你說的 有一點大塊、小塊也不要緊 有 因為我們再加進去的時候 就會再小一點 加什麼呢? 加什麼呢? 我選擇的, 是我自己喜歡的 叉燒 叉燒 是不是很好? 叉燒為何呢? 熟了, 有香味 但你不要叉燒 你可以選擇火腿 豬肉這樣可以嗎? 香味比較好 免治肉這樣可以嗎? 免治肉不太好 沒錯 你要煮熟 你剛才說為什麼呢? 不, 因為剛才你… 為何你煮呢? MV師傅說 它有香味和煮過 對 如果是免治的, 生肉 你煮過也可以 因為真的很快 對 是 待會我們將它煮 大概三分鐘左右就已經煮好了 就是豆腐熟了 放熟食進去, 真是說 對, 豆腐熟了, 而且要更香 然後我放鬆子 我喜歡吃鬆子 燒起來後, 它有一點香味 我喜歡吃鬆子 是嗎? 那你不問要加什麼 譬如加起腰果、花生 你不問? 也可以的 是嗎? 剁碎就行了 剁碎也行 這個是什麼? 這個芫荽 芫荽? 加進去 這樣 之後我們會加雞蛋 雞蛋很有用 雞蛋作用在這裡做什麼? 我們叫做可以將它攪拌 加水? 攪拌 對, 你可以說 它一天熟熟的時候 它就變成可以將那些東西 都結合起來 你說有一點粉嗎? 還未至於… 我意思是, 你說用粉可以將它黏起來 粉也是一樣 但是太多粉就變成吃粉 很黏的 但如果有蛋, 又金黃 又漂亮又香 還有你待會炸起它 甚至煎也可以 也有那個香味 有一個問題, 你師傅 我看你這些豆腐 打散後, 現在加了蛋 氣溜溜溜了 是的 是嗎? 因為煮氣, 應該就加粉 就是這個原因 好, 我現在加點材料 第一件事, 調味道, 加點鹽 半茶匙左右 就夠了 對… 待會兒我們有個特別的東西 去碰它 好… 叉燒又有味道? 對, 接著加點胡椒粉 胡椒粉一定要加點麻油 麻油要多少? 半茶匙 半茶匙? 你給茶匙好, 待會我呢? 不要緊, 倒 很辣 倒, 我相信你 夠了 夠了, 剛剛好 剛剛不多不少, 半茶匙 好, 拌勻, 拌勻 這是調味, 還有蛋的作用 都是調味料 做完後, 大王就說 它很刺激, 沒錯, 是刺激 現在就放生粉 生粉? 生粉真的是生粉 街市買的生粉 因為它的黏性比較好 這是很嚴格的 有時候大家聽到 你師傅說用什麼粉呢? 對, 因為有時候用了其他粉 它黏起來, 暫時會散 或者如果用了另一種豆腐 比較削的豆腐 可能要多加一點 所以要自己去拌勻 第一, 買豆腐 第二, 買對什麼也好 不使用前, 要把它割好 知道 接著, 我用兩湯匙滿 我自己去拌勻, 差不多了 我自己去拌勻, 你說多了 拌勻, 你看見這塊剛剛黏在一起 你可以這樣黏在一起 對, 黏在一起 待會兒再把它搓好就行了 最好這塊做完 那塊差不多要煮 因為豆腐越放, 會出水 出水後怎樣呢? 也不是不行的 避開, 可能加少許粉 這樣就不好了 這樣就不好了 即做即煮最好 現在先做一件事 什麼? 先把油熱了 熱了 待會兒開始也要用中火油 因為很快脆 全部人說… 當然很快 除了生分, 每樣都差不多熟 第二, 先做醬汁, 好嗎? 如果你去過吃這個普寧豆腐 即煎普寧豆腐 它是一碟韭菜鹹的 對… 讓你點的 就是很簡單… 白一點 對, 是鹽水加韭菜而已 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韭菜的味道都抹在鹽水中 很清晰, 你點起豆腐 就吃了豆腐味, 吃了韭菜味 吃了鹹味, 什麼事? 滾了 這裡有些熱水 在這裡我放鹽 四分一茶匙的鹽, 好嗎? 放進去 這個水就滾了, 我倒進去 大概是六湯匙左右 就這樣灑嗎? 灑水 灑水 是煮… 熔了鹽 煮熔了鹽 其他東西不要加 這個熔了鹽, 現在水已經滾了 你現在可以試味 試味就是一個鹹味 這樣就行了, 放涼了 現在要做點事, 這個是韭菜 大概三、四條左右 這麼少? 太多, 又會比較濃 要綠那邊, 還是要青那邊? 綠那邊, 青那邊不要 給我 好, 這個我們會把它切掉 切掉之後, 等到水冷 才把它加進去 你豈不是煮熟了 如果熱, 就煮熟了 而且如果不是的話 味道不太香 我要生的韭菜擠進去 如果現在暫移加進去 它就綠熟了味道很香 你就要等到鹽水中了 適合你的味道 我們才把它加進去 Annie師傅, 炸了沒有? 可以了 你做什麼事, 很心急? 是的 很想吃 我很想吃 你可以用這個蓮包糠 這是日式蓮包糠, 白蒙蒙的 好處是慢慢炸 炸至金黃剛剛好 這個已經做好了 你看到很乾, 沒什麼流出來 如果真的太太流出來 唯有自己給它 對, 總之你師傅說 即做, 即做, 即吃 然後你喜歡大大小小 你自己就可以用這些就可以了 用這些小小的… 我以為你用手指這樣擠出來 對, 擠出來 今天不能擠出來 為什麼? 因為它不跟… 它不跟… 它不跟蝦膠 蝦膠, 那些是膠 即是疊得變成膠 對, 疊得變成膠 有黏性 就算是有黏性 但我現在是靠煮的時候的蛋 它會散, 生粉, 各樣東西 使它變成黏著一堆 如果放不夠粉, 它會散開 放不夠粉, 它會散開 我保粉, 如果它散開 保粉? 保粉 可以… 可以的 我們經常都要保粉, 對 還有一件事 除了你這麼多東西做完之後 可以保住它, 好像不散開 放油也是一個理由 油太溫和, 油不好 散開 怕油會馬上炸不到影子 再煮著它 煮著它 煮著它, 煮著它就變軟了 又是一個理由 好 李師傅, 你現在放在麵包康上就行了 當然不是, 要均勻的 一邊搓 弄一圈 很薄, 滾一滾 滾好, 滾好之後就放下去了 看看油溫 要不要出煙? 不要… 炸一炸筷子 中火就可以了 現在看到氣泡就可以了 我常常喜歡用筷子頭 是嗎 筷子頭有豆腐 有油溫和濕氣 放下去, 要看得很準確 現在可以放下去 放下去的時候更好 在家裡, 如果怕會彈到自己 放在筷子上才放下去 如果不怕… 不怕就放下去 太冷了 我滾了嗎?師傅 不要這麼快滾, 不要動 因為要輕輕地先定型 定型, 任由你怎樣滾它也好 你現在加了幾粒, 要不要加熱火 對, 我們看著… 大概多久呢? 三分鐘左右 就定型了? 如果這個大小, 對 三分鐘熟了 因為盒裝豆腐已經乾淨又好 已經可以吃了 拿一顆看看 很漂亮… 你自己慢慢移動一下 推一下 推一下 因為它是圓的, 很方便 如果是扁的, 你有時候要自己翻 我記得剛才說做了醬汁嗎? 是 我現在要做事了 好, 你放在那裡 鹽水在這裡, 韭菜在這裡 怎樣做? 第一, 我先嘗嘗 這個已經不熱了 不熱的話, 可以把韭菜放下去 少許熱也不行? 少許熱也不太好 因為韭菜會變色 所以, 第一, 別讓它變色 第二, 從它沒有給熱氣做過 就是它更濃烈的韭菜香味 韭菜香味, 新香的味道 很厲害, 我們拿過來 飄出來, 不然就有整支韭菜味 這個你可以放的 你可以放到今晚吃, 無所謂 但這個不行, 今晚呢? 這個不行, 我們看看 這個差不了 拿韭菜來看看, 還可以了 好, 你說好… 好 看不到還可以了, 記得嗎? 我們要開火, 要把油逼出來 它一直在比較中火的油上 熟至深 現在我把油逼高一點 把油逼半分鐘左右 油很滾, 師傅 太好了, 你給我這個 記得, 先撈起來才會關火 很漂亮 很漂亮 炸完之後再圓一點 對, 你覺得是嗎? 魚菇滾很多, 現在可以吃了嗎? 可以吃了嗎? 可以吃了, 連醬汁都可以 我嘗試擺一盤 很濃烈的味道 對 你也聞到嗎? 我還不拿來蘸的 我拿來蘸的 韭菜味道 不光是瘀的 這樣泡起來, 養著它擺盤 我喜歡有一點綠色在這裡 但它會軟的 讓它稍微 這樣 這樣 好像葡萄那樣 這樣 這樣, 我的 這樣才蒸得了 進去吧 好 小粒就放底, 大粒就放臉 任你吧, 你喜歡怎樣放… 什麼是小粒就放底 它從小到大, 有些很大粒 有些拳頭那麼大 是不是說我不適合? 適合這麼說, 有大有小 而且很脆 很脆 對 很脆 真的脆脆 如果它浸在醬汁裡 還有一點搶火的感覺 你聽不到嗎? 加點東西上去更好 是什麼? 也是韭菜 你也很高寒 怎麼會這樣? 你把整棵放在這裡? 對, 讓我整棵放在這裡 這些要用手工去切 知道 整棵就是… 我不懂欣賞, 不代表你不對 那我也覺得挺好 好… 好, 現在就算了 太好了… 什麼名堂?A.D.師傅 豆腐丸子